关注甜蜜君看剧更精彩 大家好,我是甜蜜君 今天分析与奉行 行子为沈黎疗伤 里面的暧昧你看懂了吗 行子在海边找到沈黎 抱着将她带回来 沈黎躺在床上三天了 衣服没换,鞋子没脱 甚至脸上的物质都没差 看似这男友做的不合格 其实她是不敢动 她在海边尝试拔她身上的钉子 沈黎喊了一声疼 一个从未喊过疼的姑娘 让她心痛不已 再也不敢碰了 她不知道她还有什么隐藏的伤 怕给她再增添痛苦 动作轻手轻脚 生怕惊扰到她 周先吹过怕她烫着 还要闻一下够不够香 事而复得让她小心翼翼 沈黎必定是灵界一霸 如今连周自己都喝不了 觉得很挫败 行子不忍伤她至尊 并没有勉强 尽管是精心准备的周 再听到沈黎平静叙述身上的伤 就像在说别人的事 她心疼的不忍听下去转过了头 沈黎说今日无痛绝可以拔钉 她放下了床帘 这里一共只有他们两个人 这个看似多此一举的举动 防的其实是她自己 虽然露出半张脸 但如果你注意看 她的视觉一直隔着一层纱 还记得她刚见沈黎的第一个晚上 她化作人心味着春绿 她淡淡的说这姑娘长得不错 其实心已经乱了 从哪里可以看出呢 她挪动石头改了阵法 沈黎又恢复了原生 她多此一举的给她盖上衣服 这呢其实是她内心的羞涩 就像后面我们看到的是洛汤鸡 但在她眼里 沈黎都是人生的样子 她又是否会时常想起 当初那个为着寸侣的她 所以她给她改小衣服 时刻准备着 窗帘一放下 气氛马上就变得暧昧起来 她打了盆水 弄失棉布给她擦身 动作熟练的就像 在心里演练了几万遍 娶玄铁钉需要脱去外衣 她怕自己失控 虽然她平日里见到沈黎 就忍不住撩搏她 摸人家的小手手 走路的时候往人家身上靠 但也就仅限于此 只有在她生命垂危时 才会不管不顾的抱她 在小说里 沈黎只是露出一点锁骨 心子就差点把持不住 刚把玄铁钉时 她还很得体的在腿上放块干净的布 上面在整着沈黎的手 动作小心翼翼 第一颗选铁钉拔的之所以那么慢 是因为美美沈黎的一个细小的反应 都通在她的心里 她不敢碰又不得不碰 中途沈黎因为疼痛激发自我保护 散发出凤凰的羽毛 露出了真身 这对于行子是致命的吸引力 还记得香蜜里男女主灵修时 就是这样露出真身的 她抚摸她的羽毛 以至于忘了手中的动作 随着内心的疼痛和自责 慢慢的盖过了礼制 她一点点的越过雷池坐到了床上 尽管如此 一只手也只是扶住她的肩膀 她倒下时也只是用手握住她的头 但实在是太心疼了 才将她涌入怀中 一层薄薄的青纱 是她留有的最后一丝理智 也是她隐藏压抑着的欲望 但后面沈黎只是轻轻的一个动作 就让她的防线瞬间分崩离析 溃不成军 我是甜蜜金 我们下期再见